金牛座下周运势 9月30日到10月6日 事业运势 稳重的金牛们 下周的职场天空可不太平傲 火星与土星的三分相位 就像是给你们的工作舞台 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 别怕 这正是展现你们坚人不拔 成为应对的好时机 记得保持冷静的头脑 像老练的工匠一样 耐心雕琢每一个细节 将挑战转化为成长的阶梯 而太阳与水星的甜蜜和香 则是你们沟通艺术的催化剂 无论是与同事的协作 还是与合作伙伴的谈判 都能让你们的话语如春风话语 化解误会 促进共识 记住 沟通是桥梁 耐心是钥匙 稳中求胜 你们就是职场上的长青数 财运运势 收到钱袋子金牛们 可是出了名的精打细散 但下周 金星与土星的三分相位 可能会让你们的财运之物 略显颠簸 别担心 这不是让你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而是提醒你们要保持理性和谨慎 面对投资或消费决策时 多一份思考 少一份冲动 别被市场的热闹或朋友的推荐冲昏了头脑 坚持自己的财务规划 稳健前行 记住 真正的财富是积累起来的 不是一夜暴富的神话 保持理性 你们就是财富路上的智者 爱情运势 单身的金牛们准备好迎接爱情的春风了吗 天唱座新月 携手金星三分土星 为你们的感情世界 洒下了一片璀璨的星光 新的恋爱机会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 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摘取 敞开心扉 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吧 爱情需要勇气 更需要真诚 而对于恋爱中的金牛们 太阳与水星的合相 则是你们情感升温的催化剂 与伴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将更加深入 彼此的心灵将更加贴近 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 用心经营 让爱情在星光的照耀下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健康运势 虽然下周的天象 对金牛做的健康状况 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表 确保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饮食上注意营养均衡 多吃蔬菜水果 远离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 此外 适量的运动也是保持身心健康的内觉之一 无论是散步 瑜伽还是健身操 都能让你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记住健康是和命的本钱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 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